Hello, 大家好 今天王思拉厨房想介绍如何保存海鲜 令到很多日后我们再拿出来食用 很鲜甜和暖滑 另外也会介绍番茄豆腐的鸭鱼汤 今次我在街市买了两节鸭鱼 它是50元一节 一节是半条 有一份是今晚用来煲汤 另一份我会处理它 处理好后就会放冰箱 可以留待很多日后用 所以我们就不用每天去街市 到时要用的时候才拿出来熔雪 首先我们处理的时候 第一个竅门 就是买回来之后的鱼 我们不要清洗 无论你是淡水鱼或者咸水鱼 第二个竅门 就是你不要清洗之后 你另外用一个独立的袋 独立的胶袋 就把它分开 这个胶袋 装着的份量就是你打算 下一餐食用的份量 那竅门3 就是用少少盐 就会搅匀在鱼的身上 盡量搅匀 而且盐的份量不需要太多 大概是半茶匙左右 那就足够了 因为你太多 就会令到它太咸 那你少少盐 其实就不会令到它太咸 反而呢 就可以令到它保持新鲜 因为盐呢 都是有 保存消毒 沙菌 亦可以保存肉质 那我们摸完盐之后呢 就可以把它绑起 绑起 绑好之后呢 就可以 所以 我会再拿多一个大一点的胶袋 就再绑好它 因为会怕它穿 那些这样 接着呢 就可以放在雪箱那里 那你到你用的时候呢 拿出来溶雪 之后用呢 那些鱼呢 那个新鲜程度呢 都会和 初初埋的时候呢 就不遑多样的 那现在这里呢 我就处理 一些鱼 就是今晚用的 叫来滚汤 那我们洗碗鱼的时候呢 就最主要就是刮走 它的鱼鱼 和刮走黑色的那些 那个薄膜那里 那另外的材料呢 就有豆腐 番茄 和甘菇菜 那些鱼洗干净之后呢 我们就晴干水 那接着就可以 烧热一个油锅 接着就放两汤匙的油 接着用一些抹手指 就抹干些鱼 然后呢 我就可以放入油锅那里煎的了 那做鱼汤呢 我们通常呢 就要煎到它有少少微黄 那在两边都是 那接着呢 那旁边呢 就会煲 一煲 一煲滚水 那还可以加少少薑片 就可以辟了 腥味了 那还抹干水一点呢 那它又避免油弹上来 那还可以减少鱼的腥味 那放下来之后呢 我们就不要立即移动它 那大概用中火 就煎它两分钟左右 那我们就可以反转它 那在旁边呢 已经 预备煲近一些水的了 那它当它水滚呢 这些鱼又可以放下去了 那我们反过来呢 就看一下它 那个金黄程度好不好 那还有两边都要煎一下它 那旁边的那个煲碎呢 我就煲了两公升水的 那还有这个汤呢 是 大人小朋友都非常适合喝的 那那边水滚了 我们就可以将这些鱼块 就放进去旁边的那个煲那里 那由于今次呢 那个鱼鱼呢 滚完汤之后呢 都会吃的 那所以呢 我就不会弄烂它 那你到时呢 都会很容易可以成件 那样会批上来的 那还有呢 那边是用滚水来 放鱼下去呢 那它汤呢 就会是奶白色的 那还有呢 都会用大火 那另外这些油呢 就不会用的了 因为呢 那些油呢 都会比较腥的 有鱼的腥味的 那这边呢 就盖上盖子 那用中大火 可以煮20分钟 那接着就预备其他材料了 那些材料就要洗干净 那些材料了 那其实番茄和豆腐呢 是非常有益的 对老人家也好 或者小朋友 都是非常适合的 那20分钟之后呢 我们可以先下番茄 番茄呢 就有很丰富的茄红素 它可以是防癌和抗癌 那还有呢 对于预防高血压 和心血管疾病呢 番茄也是非常好的 那它又有很丰富的抗氧化物 也是养颜护肤 也是可以强壮我们的筋骨 那但是就不用煮很久的 因为呢 番茄呢 始终有些维他命C 那我们就不需要说要煮很久 那我也是盖上盖子 大概是煮5分钟 又等它少少出味 那还有有一些番茄呢 有一部分番茄呢 有一部分番茄呢 就留在最后的下落 那跟着滚了5分钟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再放一些甘菇菜 和豆腐下去 那豆腐又是营养价值很高 它有很丰富的植物蛋白质 和钙质 那我拌匀了 即是拌匀了之后呢 就可以继续开大火 那煮回滚去呢 这个汤就完成了 那这个汤呢 很简单 但也很好喝 而且呢 营养价值也很高 那其实就算不用碗鱼呢 那我们可以用一些咸水鱼的 例如红衫鱼啊 那些大眼鸡啊 或者之类都很好 那我们可以用一些咸水鱼的 这个汤呢 是我经常都会煮的 因为呢 家人都很喜欢喝 因为好吃 而且也很有益 那可以这么说 它也不会太粗热 也不会太寒凉 是比较温和的 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 就like share 和subscribe我频道 那我也很欢迎你们在我的影片下面留言 那在我的频道里面呢 我有很多不同的播放清单 那我每次拍完这片呢 我就会跟不同的主题 放入不同的播放清单里面 那如果你有时间的 都可以按进去看一下 那我其中有一个播放清单 就叫交游乐 那是一些本地的行山片 和水上活动的片来的 那风景也很漂亮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 都可以看一下 那还有 按进播放清单里面看影片 它就会一连串的播放 那在我的影片下面 有红色订阅的位置 按了之后 按下旁边的小钟 选择全部 那就订阅成功了 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还可以like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